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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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著你 渴望見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你的手總是在斬拉著我 把我帶在你身邊 告訴我擋走的路 沒有花香絲往前 你愛何等的長闊神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有什麼 我心與主心相憐 我與其是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著你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著你 渴望見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你的手總是在斬拉著我 你的手總是在斬拉著我 把我帶在你身邊 告訴我擋走的路 沒有花香絲往前 你愛何等的長闊神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有什麼 我心與主心相憐 我與其是要跟隨主 我與其是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有老主還有什麼 我心與主心相憐 我與其是要跟隨主 祝你是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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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們平安 今天靈修的進度是在約伯記十一章十二到二十節 今天活潑生命的主題是勸勉人悔改的時候 務必要謹慎 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天父我們來尋求你的面 主你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真知道你的話是真實的 主啊你的話是安定在天 主你說在基督裡面就不定罪了 主謝謝你 你已經赦免我的罪 令我悔改歸向你 主是因為你十字架的救贖 使我脫離了罪和死亡的律 主啊感謝你 在基督耶穌裡 釋放我得自由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們 感謝主我們今天要來看約伯記十一章 十一章今天的經文從十二節開始 十二節這邊說 虛空的人卻毫無知識 人生在世好像野驢的居子 我們知道野驢是很頑固的 是無知的 驢子他天生 他不是天生就能夠馴服的 他需要有人去馴服他 同樣的一個如同驢子一樣無知的人 也無法變成聰明 索法呢他就是在說 約伯阿你就像這個野驢一樣的 頑梗無知無法改變 約伯的這個第三個朋友 索法他化身成為一個正義使者 一副正氣淋藍的樣子 語氣中卻充滿了嘲諷 說約伯你很像這個野驢 是頑梗無知無法改變的 也就是說約伯你自己毫無知識 約伯不但無知自己是有罪的 也是一個虛空的人 是的我們都是罪人 但是神不看我們的罪孽 不定我們的罪 他知道我們的一切 接下來這個索法呢 他就告訴約伯說 你要悔改 這樣苦難才會過去 索法就說了悔改 要怎麼悔改呢 就在接下來的這一段 十三到十四節裡 第一個他就說 十三節他說 將心安政 將心安政 這個將心安政是什麼 就是告訴他說 你要先檢視你的動機 是否純正 第二步呢 接下來第二步他就說 你要向神舉手 向神舉起你的手來 表達你很迫切的認罪悔改禱告 第三步 在第十四節裡 他說 你手裡若有罪孽 就當遠遠的除掉 先講前面這邊 就是說 如果你手裡有罪孽 就當遠遠的除掉 意思就像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 先自節 除去罪孽 改正我們的行為 就是煩到神面前 我們都是需要先自節 來到神的面前 接下來在第十四節的後段 就是第四步了 他說 不容非易住在你帳篷之中 他就是告訴我們說 生活要聖節 不要讓罪停留在家裡面 這個所法他勸戒 約伯要承認罪 要悔改 不要堅持自己是無罪的 若是一直這樣子不認罪 就會像野驴一樣的 無知頑固 只要你心裡純正正直 願意尋求神 除去你心中的罪惡 把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從你自己的身上 從你的家 都趕出去的時候 神就會恩待你 意思就是說 若你悔改 轉向神 離棄罪 你就必萬事亨通 就會從苦難中轉離 神會來祝福你的 你會有好日子可以過的 這樣聽來 是不是耳熟能想 我們是不是也是 常常這樣鼓勵人呢 如果你聽到這裡 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也不要自我定罪 神都不定罪我們 所以說法說 說了約伯你要悔改 不但悔改 這個說法呢 還告訴約伯說 如果你悔改的話 神會來祝福你呢 那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看 會得到什麼祝福 在這個十五節到十九節裡 十五節到十九節裡 這邊說 你必陽起臉 毫無斑點 你也必堅固 無所懼怕 第一個伏是什麼伏呢 你會得到第一個伏呢 是在這個十五節說 你要陽起臉來 就是當你仰望神的時候 神的光照耀你 神的光照亮你 使你除去罪 使你除去羞愧 第十五節後半他就說 第二個伏就是說 你也必堅固 無所懼怕 你也必堅固 無所懼怕 你會堅固 不用懼怕的 因為神可以給你依靠 神可以給你依靠 而這位神 在你的內在會赤下平安 意思是說 如果你這樣做 才會得到真正的平安 心中無愧的 面對這個世界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懼怕什麼 第三個伏是說 在第十六節裡面說 你必忘記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 意思就是說 你要忘記一切的 祸患難處 這樣你會像流水一樣 從人的記憶中消失 你必會忘記一切的苦楚 苦難就會消失 接著下來 第四樣 所法就告訴約伯說 在第十七節裡面 他說 你再次的日子 要比正午更明 雖有黑暗 能向早晨 雖有黑暗 能向早晨 他說 人生呢 就好像這個正午的陽光 甚至於比正午的陽光還明亮 你的生活會充滿了喜樂 接下來他又告訴約伯說 在第十八節這邊說 你因有指望 你因有指望就必穩固 也必視為尋察 坦然安息 他告訴約伯說 你的未來是大有指望的 不用再怕 將來會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上帝一定會保護你 使你平靜安穩 第十九節說 你倘若無人驚嚇 且有許多人向你求恩 或有許多的人向你求恩的 你可以使人得福 約伯在這裡 聽到這些所法 所說的這番話 看似很正確 他告訴他說 你不要害怕 你要面對神 你尋求神 面對神的時候 你可以無愧地面對 你可以不用害怕的 神會使你忘記一切的苦難 好像流水一樣 一切這些負面消極的記憶 都會消失 他告訴你說 還告訴約伯說 你的人生未來 比現在還要光明 甚至於比清晨的日光還光 而且你會得到平靜安穩 神會來保護你 並且還有許多的人 會來向你求助 聽到這裡 感覺這個所法 他語氣堅定地告訴了約伯這六樣的福氣 很可惜 這並不適用於約伯 因為約伯並非因為犯罪而受苦 在約伯記第一章 已經定了一個前提 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 遠離二世 在這一切的事上 約伯並不犯罪 也不以神為餘望 所以這個十五到十九節描述的是說 假若約伯他悔改 他就會得到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就會臨到他 會使你忘記一切的苦難 所帶來的痛苦 而且痛苦的記憶也永遠不會存在 所以上帝會使你 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甚至於帶你進到人生的高峰 好像正午的陽光一樣 那雖然有時候感覺有些灰暗或黑暗 但是不會是完全黑暗 仍然是像清晨的日光充滿了希望 而且你也不會因著苦難來威脅你 上帝要保護你 上帝與你同在讓你有平安 甚至於有許多的人 還要來向你請教各樣的問題 求你幫助 然後求你給他們恩惠 感覺上就是一片熔井將臨到 但是在最後二十節的時候 索法又加碼說了一個條件 他說 但惡人的眼目並要失明 他們無路可逃 他們的指望就是棄絕了 這裡說惡人的眼目必要失明 他們無路可逃 就是說他們的指望要棄絕 索法在這裡警告約伯 如果他不肯悔改 眼睛就會失明 哇很嚴重 而且他無路可逃 最後就是棄絕 棄絕而死 就是只有死路一條 可見所法所說的話 十分的柯薄 我們知道 神是唯一的出路 沒有錯 但是如果我們在幫助人 鼓勵人 或者是牧羊人 甚至於在傳福音的時候 你一直告訴他 或者我們一直告訴他 如果你不信耶穌 就會下地獄喔 你覺得這樣人 會相信耶穌嗎 你覺得這樣人 可以來領受神是愛嗎 會相信神就是愛嗎 這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索法他自己呢 就是以法官自居 對約伯進行了這個審判 判罪 認定約伯他就是一個有罪的人 索法他很想幫助約伯 安慰他 但是卻變成了一個控訴的 朋友就變成了仇敵 成為控訴者 所以我們要問 何以索法會從朋友 變成一個控告者呢 我們需要留意 會不會在我們的牧羊 或關懷的裡面 或者禱告中 一面禱告 但是一面在罵人 令聽到的人 非常的痛苦難過 這是不好的 聖經已經清楚告訴我們 神就是愛 但是因為人常常 缺乏了愛與怜悯 所以看事情的角度 就會失焦 我們需要有愛 接納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透視苦難 我們需要聖靈啟示 讓我們知道神的事情 我們要承認自己是有限制的 所以不要用我們自己的思想 去套用在那些正處於苦難中的 弟兄姊妹或你的朋友 我們需要求聖靈來引導我們 有一本書叫做《過游不及》 這本書在講說 要建立一個健康的心理界限 很多時候我們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的狀況 我們也搞不清楚別人的狀況 甚至於我們也搞不清楚 上帝是怎麼樣一位上帝 對聖靈也不懂 卻自以為知道一切 對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想法跟高見 但是唯有領受聖靈的光照 用神的眼光去看人 看自己看神 看神建立一個健康的心理界限 才能夠比較正確的看待 我們周遭的人事物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啊我們需要你幫助我們 需要聖靈更深地光照我們 主啊我們需要有愛 主啊我們向你呼求 你更多的愛充滿我們 主啊讓我們帶著你的愛去分享 分享你的愛 主啊求你拿去我們裡面 可能有的執著跟偏見 主啊求你聖靈在我們裡面 時常的光照引導启示我們 主啊很多時候 主你也因著愛的緣故 你保護我們 主求你常常提醒孩子 主啊有些時候還是真的像說法 可是有些時候 孩子周圍也有人 也有朋友像說法一樣對我 可是在這兩者之間 主你幫助我 不是用自己來判斷 主是靠著你聖靈的大能 來看待每一件事情 主啊求你幫助我 可以健康地建立好 自己心理的界限 主啊以至於我可以用你的眼光 看待人 看待自己 看待主你自己 主啊求你引導我 幫助我 堅定我的信心 來跟隨你 謝謝主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